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們很高興我們又上線囉 今天幫你帶便當 那我們先講一點題外話 因為在過去這個禮拜 我們大家最懷念的孫叔叔 那也是我個人因為 從以前我在藝人之家實習的時候 我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年 正好去孫叔叔的教會 都是藝人在聚會的藝人之家 在那邊實習 那後來因為我又去宇宙光 所以又遇到孫叔叔 是宇宙光的終身義工 那時候宇宙光的送探到太北 孫叔叔在那地方戒菸 後來也就投入了公益活動 所以跟孫叔叔說起來 認識的時間相當長 絕對是一位非常真實 信仰很真誠 也得到我們整個社會的認可 他不絞柔照做 那他的名言 至少有兩句大家印象很深刻 對不對 第一句就是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然後第二句就是 夜深了趕快回家 那個孫叔叔低沉的嗓音 呼喚著 所有晚上不回家的年輕人 該回家囉 所以這個就帶給整個社會 滿大的影響 我想孫叔叔叔 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真的是很好的榜樣 不見得你要在教會裡面 做到什麼領袖啊 或者是在教會裡面 一定要做牧師 真的是不一定 上帝給每一個人的托付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人只要 盡心盡力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想我們都會得到 上帝的喜悅 將來孫叔叔 我們將來在天上見 好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我們也都非常非常的 懷念孫叔叔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跟所有的網友 我們一起 我們向孫叔叔來致敬 因為他真的是 我們的很好的榜樣 也是整個台灣 大家非常非常 懷念的一位長者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談的是 母親節 因為母親節已經要到了 那我們現在談另外一個 一點點的題外話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我們 真的要很珍惜在台灣的生活 因為我們大家在慶祝母親節 可能是逛街看電影買東西 送卡片送禮物包紅包 帶她出去玩 我們有很多慶祝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嗎 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 到今年就是下個月六月 她們才可以正式的開車 很難想像 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是這麼民主的社會裡面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女性 很多的媽媽們 她們其實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也是呼籲 所有的基督徒 我們真是為回教世界的 福音工作來禱告 希望她們能夠被爭光照耀 就真的不要過得那麼辛苦 因為到了21世紀了 然後到了2018年的6月了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 她們才可以開車 那這個也只是 她們開放的一小步而已 還有很多的地方 她們當然 她們有她們的背景 就是我們只是要表達說 其實在那邊做媽媽 是非常的辛苦 在那邊做一個女性同胞 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繼續 真的為那些地方來禱告 希望把神的愛也盡快地 臨到他們 並且真理使他們得自由 好了 那我們底下 我們就趕快來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要來跟大家談說 到底什麼是孝順 那麼聖經講到 講到這個孝敬 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觀念 對不對 因為聖經上有說 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而且還說這是第一條帶著應許的誡命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本來誡命就是我們都該遵守的 你不遵守你就是不合乎上帝的標準 對不對 你就是不對嘛 因為你本來就是該遵守 你要遵守交通安全的規則 你要遵守家規 遵守校規 那不會有一個人說 我遵守了我要得獎品 這個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遵守是本分 不遵守的話 你會被處罰 因為你不遵守 會傷害自己傷害別人 為了維持整個社會的安定 我們需要每個人都遵守遊戲規則 所以遵守遊戲規則沒有功勞 OK 破壞遊戲規則會被處罰 但是遵守遊戲規則沒有功勞 我想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了解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但是只有一個例外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有很多的誡命 這些誡命說不可以殺人 不可以偷盜 不可以作假見證 不可以貪戀人家的這個財物等等 那很多很多的這些聖經裡面的這些教導呢 就是你要照著去做 你做到了 你不殺人 沒有獎賞 因為那是你該做的事 你不貪心 沒有獎賞 所以你遵守了這些誡命 沒有獎賞 只有一條例外 哪一條 孝敬父母 聖經說 你孝敬父母這是規定喔 本來照理說你遵守這個規定 這個孝應該是人的天性 我們會照顧我們的父母親 這本來應該是人的最基本的天性 但是聖經為了鼓勵我們喔 所以聖經上說 你做這件事情孝順 本來應該是沒有獎賞 但是呢 因為上帝說孝順太棒了 上帝希望看到這個世界有很多很多孝順的兒女 然後看到很多的家庭 兩代之間親子之間是和樂融融 所以上帝說就很慷慨的說 好如果你孝順的話 本來沒有獎品對不對 現在我特別給你一個獎品 那是什麼呢 聲音上就告訴我們說 那就是上帝會讓孝順的人活得比較久 那這個也很妙喔 就是為什麼上帝給孝順的獎品是活得比較久 因為上帝希望看到這個世界 有更多孝順的人活著 上帝希望這個世界的人看到更多孝順的好榜樣 上帝希望整個世界看到更多兩代之間是好的關係 所以上帝不喜歡看到我們吵吵鬧鬧 所以上帝真的是滿有意思的 上帝就說 那這樣的話呢 那你們孝順的話呢 我就讓你活久一點 所以我就使你能夠長壽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長壽是我們世人很羡慕的福氣啊 對不對 福祿壽嘛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長壽 所以長壽的秘訣之一 竟然是孝順 這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那麼同時孝順放在聖經裡面 十條誡命裡面 你知道它是第幾條嗎 它是第五條 你說那第五條那也沒有多重要 又不是第一條 哇這個各位網友可能有所不知 十誡裡面的第一條到第四條 都是跟上帝有關 第一條到第四條都是在講天人的關係 都是在講人要怎麼樣對待上帝 第五條到第十條 就是後面的六條在講人與人的關係 前面的四條講人與神的關係 那後面的六條講人與關係的第一條 那就是一二三四 前面四條講上帝對不對 第五條就是要講人際關係 所以第五條就是人類人際關係的第一條 這樣聽懂了嗎 第一條是什麼孝順父母 所以可見孝順父母在十誡當中 如果要講到人活在世界上跟人的關係 那麼孝順父母排 No.1 那是第一條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就是 很快的就是母親節了 那我們今天做節目也很好 因為還有幾天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稍微去思想一下 我們跟自己的家庭 特別是母親 當然也包括父親 也包括主父母 就是我們跟長輩的關係 那特別強調母親 因為畢竟我們從媽媽的肚子裡面出來的 畢竟媽媽懷孕的時候是非常辛苦的 把我們生下來 所以聖經就特別看重我們跟媽媽的關係 講到孝順孝順父母 講到父母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聖經裡面 其實我們講到孝順父母 這個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因為我們都聽過十誡嘛 對不對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別的部分 其實很可能是被大家所忽略的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一下說 到底聖經裡面呢 講到說我們對長輩 特別我們對父母的話 有幾個重點 我們要來講七件事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朋友 你今天看了之後呢 你能夠學會我們用這七件事 來follow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的孝順 然後呢 也鼓勵大家 因為是上班時間 很多人可能比較忙碌 也鼓勵你把論壇報的 今天的這一則直播可以分享出去 因為會幫助很多人 因為這個時代其實已經 越來越不談孝順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OK 所以也許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關於你認為什麼是孝順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大家可以在這裡做一點討論 大家可以在這裡有一點分享 好的 那麼 聖經裡面呢 他有提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這些 有關孝順的教導 我們今天講七樣 因為聖經說七是完全的數字 我們就來選擇七件事情 我覺得是聖經裡面是蠻重要的 有關於孝順的一些教導 好 那第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所謂的孝順呢 第一件事情 你要盡到最基本的生活照顧 好 我們先不講態度 那個等一下再講 但第一件事情 不可以遺棄我們的父母 好 就是當他生病的時候 有困難的時候 經濟上各方面 生活上一定要盡到最基本的照顧 好 我來讀一節經節 提摩泰前書五章八節 這裡怎麼說呢 十戒你聽過 但是提摩泰前書五章八節 你可能沒聽過 好 我來讀 人若不看顧親屬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哇 你知道整本聖經裡面很少 去把基督徒拿來跟未信者 跟不信的人做比較 好 為什麼很少 因為基本上就覺得說 你都已經信上帝的人了 你理所當然 那你何必信上帝 你信的上帝 你就要比沒有信的人 是不是你的標準 應該都要更高一點 所以這個就不用再講了 所以聖經很少 去譴責基督徒說 你這個簡直比不信的人更糟糕 所以如果聖經把這個提出來的話 那就真的很嚴重 那就代表說 聖經裡面真的覺得說 這個已經是太離譜了 我們台語的話叫做 想陷阱 就是說這是太誇張了 那這件事情聖經提出來責備 說你這當基督徒怎麼當的 你這簡直是 人家不信的人都沒有像你這樣子啊 這個是 這個不是在罵不信的人 這個是在罵信的人 是很嚴厲的責備 什麼事情 就是不照顧父母 不照顧不只是家人 他還說親屬 那你發現很有趣 法律也是這種觀點 對不對 法律也是啊 你一個人 你今天一個孩子 如果他發生了一些 變故之後 父母不在 法律上的地方問 那誰是他最近的親屬 所以世界各國的法律 都有一個規定 就是第一責任歸屬 誰應該照顧他 第二責任第三責任 慢慢的往後推 因為這個是人類活了這麼久 我們學到的 人與人要彼此的幫忙 所以親戚朋友 尤其親人 我們有血緣關係 這就是上天給我們的一種責任 所以連不信的人 都會從法律上來規定 說你有責任照顧你的未成年的兒女 兒女有責任 扶養父母 這都是法律規定 那連法律都要規定的事情 我們基督徒 怎麼可以連法律的level都沒有 那這就是聖經的意思 所以你不可以的 不管你對他有什麼不滿 或者你們有什麼過節的話 基本上你不應該遺棄他 就是說你不喜歡他怎麼樣 但是你不可以遺棄他 因為畢竟他是我們的親人 然後後面那句話說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那家人你不管怎麼樣 父母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把我們養大 尤其是媽媽 因為她是把我們生下來的 所以聖經會特別強調說 我們要尊重我們母親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盡到撫養的責任 這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聖經上說什麼是孝順 聖經上就告訴我們說呢 在真言二十章二十節 這也蠻好記得 因為正好兩個二十 真言二十章幾節 二十節 我讀給大家聽 他說 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 變為漆黑的黑暗 哇這裡也是話講得蠻重的 就是如果今天你咒罵父母 你對父母有什麼不滿的話 你可以在教會找到合適的長輩 或者屬齡同伴 或者合適的朋友 你可以請述 因為這個畢竟 不是每個人的家庭都是完美的家庭 是幸福好的家庭 也是有人成長的過程很辛苦 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聲音上說 你不滿你的父母 但是你不可以咒罵他 你不滿你的父母你可以溝通 或者你可以去找輔導 你可以去請求協助 但你不可以咒罵他 那這個我們用現代的語言來講 就是叫做 不能夠對我們的父母言語暴力 所以這裡講到的事情是說 你跟父母講話的方式 所以什麼是孝順呢 就是我們要注意 我們跟父母講話的方式 如果在台語的話 叫做 不可以 不大不死 就是怎麼講話好像不分大小 你怎麼講話都不會看場合 你講話好像都搞不清楚 你現在在跟誰講話 那這神經裡面也是很強調 說我們真的要很注意 我們跟父母講話的一些態度 你可以 聲音上並沒有說 你要把你的父母神話美化 沒有 神經沒有這樣教導我們 你對父母會有情緒 OK的 你跟父母溝通不是很好 這有可能 那你看不管你的父母 或者你對父母有不滿 有各種各樣的衝突 我想這些都不是那麼難理解 因為兩代之間 尤其是現在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的觀念差距 很可能是蠻大的 但是聖經保留了一條底線 就是不管你對你的父母怎樣 請你依然保持你對他講話的 起碼的尊重 那這樣這個社會才會安定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難想像說 如果我們今天整個社會 然後大家跟父母講話的態度 都很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個社會會變得很可怕 大家同意吧 如果你今天走到哪裡都看到那個父母 小孩在那邊罵父母的 你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 因為這是真實的例子 就是發生在我們這邊的環境 在北美這邊很多都是隔代 在幫忙帶 就是父母親從大陸 台灣來這裡幫忙帶小孩 因為父母親上班很忙 所以這個其實在台灣或者世界各地 大概都是這樣 那我講這真實的例子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會友 那他就是有一天在外面散步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大概五歲的小孩 然後很顯然是爺爺奶奶帶他出來 在公園散步在路上走這樣 哇那個小孩在那邊發脾氣 發脾氣的時候就用腳去踢他的奶奶 而且那個踢不是說耍賴的腳亂踢 不小心踢到的那種 他是那種就是練過的 就是一定要踢到他 哇是很不禮貌 那爺爺就去制止 爺爺說不可以啊 不可以這樣對奶奶 那個小孩就連爺爺 不要你管 就連爺爺一起踢這樣 哇這很糟糕 很糟糕 那奶奶不知道怎麼辦 就拿出我們這個傳統的最有效的 叫做老師來了 就跟那個小鎮想說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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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麼兇這麼兇 你看老師來了老師來了 這個長輩就是這樣 我現在講的不是故事是真實的發生的 那個小孩一聽老師就嚇一跳 真的台語叫欧人不大 這個壞人膽子特別小 就看到一個老外走過來 那個孩子就嚇了一跳 然後等個老外走近一點 小孩子一看 他就轉過來很兇的跟爺爺奶奶講說 不是老師你騙我 然後就繼續踢這樣 哇 所以我們那個會友走過去 他說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很短的時間發生的 他這樣走過去 他說他真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走過去 他是受不了了 他就跟那個小朋友講說 不可以這樣子對爺爺奶奶 話我告訴你 那小孩子嚇的喔 馬上躲到爺爺奶奶背後 你看到我用這個例子告訴大家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有關孝順 有關我們對長輩的態度 在這個時代已經失落了 所以我說你如果在社會上 看到小孩對父母 或者對爺爺奶奶很不禮貌 你的感想如何 是不是會很可怕 好 所以這個無關於父母優不優秀啦 知識水準怎麼樣啦 收入怎麼樣啦 社會政經地位怎麼樣啦 學歷高不高啦 都跟那個沒有關係 聖經很清楚的說 跟父母講話 那是你的父母 那是你的父母 講話 永遠 我們台語有一句話 蠻傳神的 叫做 差不多咧 就是說 你不要太過分 收斂一下 差不多咧 你給我像樣一點 我想這個是蠻重要的 好 那麼這個是 聖經裡面我們講到的第二點 第一點說要照護父母 第二點說我們講話上 講話上 forever喔 永遠永遠永遠 要保留一個尊嚴 永遠要有一條線在那邊 我們不可以跨越 好 第三件事情呢 這個對基督徒很重要 就是呢 千萬不能因為你在教會的服侍 而忽略你的父母 哇 這個是一句蠻沉重的話 因為聖經裡面呢 是講得非常清楚 好 聖經裡面講什麼呢 在提摩泰前書三章第五節 提摩泰前書三章五節 那給大家聽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再讀一次喔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所以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就是特別強調說 我們應該是要把自己的家 應該放在教會的前面才對 就是說你不能夠因為說 我教會很忙 然後你就不管你的小孩 你就不管你的父母 這是不對的喔 我們不能夠認為 教會的這些工作 然後要比這個 家裡面的責任更優先 因為聖經怎麼說你知道嗎 聖經上說 你不去愛看得見的人 你就不要說你去愛看不見的神 所以聖經的優先順序很清楚 你要愛神的話 你要先愛人 先愛人 把人的本分做好 那你才來說你愛神 這個是 這個優先順序是很明確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那耶穌更兇 我跟你講 在馬太福音十五章 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節到第五節 耶穌罵人了你知道嗎 耶穌就罵那些那些 當時的那些信徒 就責備他們說 你們你們竟然說 我要給父母的錢 我已經拿去奉獻了 所以你們用這種 這種教會的服侍 用我的錢都奉獻了 我現在沒有錢給你了 等於是說 用服侍的借口 等一下什麼事情 OK 所以用服侍的借口 然後呢 來 來遺棄父母 那這也是聖經說 不允許的事情 好 所以這也是第三點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點 對很多基督徒來講 是當頭半喝 因為有些人會說 我是服侍啊 等等等等 其實這是錯的啦 這真的是錯的 那可是有時候我們教會的文化 就是很怕教會的事情沒人做 我們就怕再會找不到同工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哎呀你照顧神的家 神就照顧你的家 你不要擔心小孩 你就花時間在教會 你的小孩交給上帝吧 我說講這種話的人 將來去面對上帝都要打屁股 上帝說我沒有這樣講耶 我沒有這樣講耶 上帝說我講得很清楚耶 我講得很清楚是 人不管自己家 就不要來管教會 家管好再管教會 齊家治國平天下 沒聽過嗎 好 那事情上說 已經神說我就告訴你呢 你要先愛看得見的人 再去愛神 你不要我愛神 愛得很Holy Holy 很屬靈 但是愛人你就做得很差 上帝說這個我就無法溝通 所以這個第三件是 釀你像基督徒 好 第四點有趣了 第四點有趣了 第四點 怎麼是孝順呢 啊 這個 很有趣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四節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四節 說什麼呢 說 偷竊父母的 說 這不是罪 此人 就是與強盜同類 你聽到嗎 好 偷竊父母的說 這根把關部啊 說這不是罪啊 是我爸爸媽媽的啊 聲音上說 NO 偷竊父母的 這就是強盜 所以這裡在講什麼 講說不要欠佔父母的財產 那這個事情 現在社會蠻多的喔 現在社會越來越多人 真的 父母還在就爭奪遺產 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現在很多人是盜領父母的財產 所以這個是違反聖經的 聲音上說你要孝順的話呢 不可以盜領父母的財產 所以你看到這些都是聖經裡面 講得很清楚耶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聽得很清楚說 說哇這個原來聖經還講這麼 detail 我們聖經不是只有講 要孝順父母而已 聖經還講很多很實際的啦 沒錯喔 所以那個Paul Tsai就說 天啊太扎心了 謝謝 我的英文名字也是Paul 是Paul 你是Paul Tsai 的確喔 真的 你一讀到聖經的話 覺得哇 真的一槍命中 好 時間逼近了 我們再趕快把它把它講完 我們今天可以延長一點點 主犯單位剛剛已經跟我打Pass說 可以拖一下時間 因為今天開始的時候晚了一點點 好 那麼第五呢 就是說 什麼是孝順父母呢 就是你必須要尊重 你必須要在態度上 對父母有一個尊重 在真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說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 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 哇 這是講得很直接 我覺得很妙喔 以前的時代很多父母沒有讀書耶 以前的時代很多父母是文盲喔 沒有學歷也不太會賺錢 可是以前的時代 人對父母都還蠻尊重的 台語叫做不敢假笑 就是說不會不敢隨便亂來 不敢假笑 你不敢假笑喔 這現代人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是因為時代改變了很多 覺得父母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 以前什麼父母說 我吃的鹽比你的飯還多 我過的橋比你的路還多 那時代過去了 現在的小孩子覺得 爸媽什麼都不懂 電腦也不懂 網路也不懂 什麼都不懂 很容易輕視父母 這個時代很多人自己高學歷以後 回頭一看 你們這些 你們是上一代的 你懂什麼啊 哇 就變得對父母的態度 其實就是輕視藐視 所以聖經裡面說 要孝順父母的人 你不可以藐視 你父母不完美沒錯 可是你不可以藐視他 因為那是一個權柄 你自己書讀這麼多 還不懂得尊重倫理 不懂得尊敬 尊重權柄 那書都讀到哪裡去了 台語說 他堆 卡著拼去 就是進不到腦袋 到肩膀這裡就卡住了 所以 對父母的尊重 這個不能因為時代的改變 那你就覺得父母什麼都不懂 好 第六呢 就告訴我們說呢 我們要學會 要尊容我們的父母 就說我們要盡量的 讓父母親覺得有我們這個孩子 是他的光榮 你說哎呦 這個光宗耀祖的觀念 這個是多八卦 多老掉牙 沒辦法 這聖經還是這樣說 好來 真言十章第一節說 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 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 意思是說我們自己要想想看 我們的所作所為 會不會讓我們的父母親 臉面無光 我們的所作所為 會不會讓我們的父母親憂慮 好 所以呢 我們要盡量用好的行為 來尊容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要盡量把功勞歸給他們 我們要盡量真的是要感謝他們 讓我們的好 讓別人盡量說 哇真的 你媽媽很高興喔 你要讓你媽媽開心 是不是 你不要在那邊想說 不是跟我媽什麼關係啊 我自己優秀啊 那不是她的功勞啊 那我們就太幼稚了 這都是聖經的教導 好最後一項就是 很多人沒有想過的 孝順我們包括呢 你要好好的交朋友 我們過去歷史上 就有孟母三千的故事嘛 孟母三千就是希望她的孩子 有比較義友 就是有義的朋友 不要交損友 聖經怎麼說呢 真言二十八章第七節 說謹守律法的 乖乖的是智慧之子 就是家裡交得好 與貪食人作伴的 跟一些胡朋酒友 有酒肉朋友在一起 與貪食人作伴的 一天到晚喝咖啡聊是非的 羞辱其父 就是說你這樣子做 是讓你父母很丟臉 這是聖經上講的 你不要交一些朋友 每天只會逛街 只會比名牌 只會炫富 對不對 現在的小孩多厲害 八歲就 買不起 給你看 這我媽從美國帶回來的 就從泰國帶回來的 你們這些窮逼 買不起 你就知道這時代滿嚴重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交到了這樣的朋友 一天到晚都是在炫富 一天到晚講他多有錢 多厲害多高貴多怎樣 皮膚多好 然後都是講這些東西 聲音上說 羞辱你的父母啊 好啦 所以 有沒有覺得很妙 聖經 很有趣 雖然都已經到了2018年了 可是當你認真的讀一下聖經 你還是會覺得 哇 津津有味 聖經講的話 怎麼真是目虎沉重 聖經講的話 怎麼 雖然不是很沉重 但是呢 那你聽了以後是真的是覺得 講得太棒了 講得太有道理了 因為這就是智慧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呢 跟大家就來談到這些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的孝順 那 也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我們有將近兩百個人在線上 顯然大家對於怎麼樣是孝順 大家還是蠻重視的 因為上帝赐福我們今天所有的網友 也希望今天我們分享的聖經的話 能夠對大家有幫助 那一樣 結束以前我們就來禱告 我們為我們的父母禱告 特別我覺得說 我們要為那些我們跟父母溝通不好的 或者你對你父母有很多不滿的 那我還是要強調 聖經沒有叫我們美化父母 沒有 聖經沒有叫我們把父母當神 沒有 聖經沒有叫我們搞造神運動 聖經其實只是叫我們要接納 父母親的不完美 然後還是要尊敬他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因為上帝透過父母把你放到世界上來 所以這個底線我們還是要遵守一下 好嗎 好啦 OK啦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禱告啦 好 天父我們一起禱告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或許真的我們有些人的原生家庭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們都不了解我長大的過程有多辛苦 但是主我們再次求你幫助我們 會明白說 不會有父母是故意傷害我們的 很多父母他們自己也來自於一個很扭曲 來自於特別是 我們現在很多的父母他們來自於一個戰後的年代 來自於一個真的是一個逃難的年代 一個戰爭的一個價值觀錯亂 一個很不安定的時代 貧窮的時代缺乏的時代 所以我們求主給我們有成熟度去接受說 確實有很多的媽媽 他們可能從專家的角度來看 他們不是很好的母親 但是主我們還是要從我們的父母身上 還是要學習到很多的功課 包括我們要學會去尊敬他們的功課 學會去接納他們的功課 學會去包容他們的功課 如果我們對父母很生氣 求主你讓我們找到合適的管道 合適的人能夠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 如果我們對我們的父母有很多的情緒 其實我們不快樂他們也不快樂 咒罵也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冷漠 遺棄他們 這都不會解決問題 求主給我們智慧 救助赐福 我們在今天的每一位網友 讓我們透過聖經 我們就再次被提醒 我們做兒女 該有的本分 這是為了尊重上帝 我們需要遵守的一些屬靈的原則 我們也求主你安慰 有一些成長過程受了很多的傷害 可能一講到孝順的時候 心裡面就會有一些情緒 覺得我受這麼多傷 你還要我孝順 所以主啊 求你也就安慰這些的網友 安慰這些朋友 因為直到以惡報惡 或者是我們用更惡毒的方式 去報復我們的成長的環境 我們只會受傷更深 我們求你給我們指揮 我們也祷告 求主讓所有的基督徒 我們更關懷我們身邊的人 就像孫叔叔這樣子 我們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 讓每一個人從教會 跟社會這個大家庭 能夠得到溫暖 來醫治我們成長過程裡面 所受到的委屈不公平 還有很多很多的被冷落 求主讓我們每一個人學會 去接受我生命當中的不完美 生命不完美但是還是很寶貴 不是不完美我們就遺棄它 不是因為父母不完美 我們就弃絕它 我們就咒詛它 我們就傷害它 也不是因為生命不完美 我們就放棄 我們就自暴自棄 我們就憤怒 我們就毀壞 我們還是要學會在不完美當中 我們還是來學習 找到生命很珍貴的部分 並且好好地活著 求你與我們同在 赤福即將來臨的母親節 讓每位母親也不從兒女的身上 去情緒勒索 或者是去求回饋 而是讓每一個母親 可以從上帝那裡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因為我們都是上帝派來服侍這些人的 讓我們甘心樂意 用愛來服侍人 祷告奉索主的名求 阿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